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弟们 姐妹 让我猜一下你现在在干什么 这个点的话你应该是刚刚点上到外卖 同时刚放到桌子上 然后再放一个手机站在看我的视频 请你想着 要吃炸鸡就好了 你们要吃炸鸡直接给我讲 我今天叫你个全新版本 有手就能会的 我给他取名叫金尾门 金尾门全家桶 腌一下这个鸡 加两勺盐 因为我说为了方便大家做 我直接用了这个方便面的调料 这里是四包方便的调料 给点生抽 料酒 姜葱 白胡椒粉 这个非常的简单 再给点两勺生粉 生粉的作用就是你腌味的时候 让这个肉表面它能裹一层盐味 裹得更紧一些 软 软的时候就顺手把这个姜葱 给它这样使劲捏一下 这样它的味道才出得来 好 兄弟们这个盐味呢 你就自己赏一下 因为加了方便面的料包 加了生抽 开始加了盐 其实它自身会有盐味 不要多咸了 你加的时候就适着适着的加就可以 腌制个两个小时 因为那鸡腿这些它的肉比较厚 你要多腌一会儿 只是里面只有鸡翅呢 你就腌个15分钟 我们冷藏个两个小时 这个鸡腿腌好之后呢 接着就做外面的层 外面的层 我今天用的是方便面 你不要告诉我你家没方便 我不相信 我不信 现在开始捶一下这方便面 找个袋子 我这里是四包的方便面 很简单把它放在袋子里面 兄弟们不要说你捶不了 这个东西你没有擀面棍 用个瓶子也行 直接把它捶碎就好了 这个简简单单的 有手真的就能做 有手真的就能捶 给大家看一下有多碎 其实这个就是拿来取在面盘康里 取到这个碎度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打四个鸡蛋 先将它搅碎 这里来是我找一点低筋粉 现在我们开始裹鸡腿 这个这个 起码要装两桶 真的 来了来了 裹下这个鸡腿 先让它裹成面粉 接着裹一层蛋 好我们再裹一层面 这样的话这个皮才会油成保费壳 再放回到鸡蛋液里面 好接着我们再裹一下方便面 生配的方便面鸡腿就做好了 蛋不够 尴尬了 这个就裹完了 说实话 开始我想计划一个全家桶 裹着裹着变成了全村桶 全村桶 为什么这里就是48块钱的鸡肉 里面有6个鸡腿 9个鸡翅根 10根的这个鸡中翅 还有两块鸡腿肉 后来我就加了6个鸡蛋 你看又怼了两包的这个方便面 怎么滚出来这么多 你看一下这个多不多 现在就开始炸 每次你们都会问剩的油在哪里 剩的油怎么用 在哪里怎么搞 这是人家炸油 剩下油 我再拿炸鸡 这个油它是清澈的 如果是昏的话你就不要去吃了 有些人说我的锅是黑的 我怎么看这个油是黑的 你说这个人看得清楚吗 这个绝对人看得清楚 这个油是黑的还是白的 好 这个温度 就大家烧到160度 我们先下这个鸡胸肉 大家在炸鸡肉的时候 这个温度一定让它稳住 有时候你东西下得多 它顺便油温就会降低 但这个时候你要开点火 让它稳住在160到180 因为油温太低的话 它那个油会反清到鸡肉里面 炸的时候看这个颜色炸 手都在这炸 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不要炸腹肉 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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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不小心 只是真情难以 搞忘歌词 好吃 好吃 连车上好吃 就是真的好吃 兄弟们 每次说让你们先吃 结果都被他先吃了 鸡头给大家卸配 我都还没有吃 好兄弟们 这个全程筒炸好了 这个已经被装得下了 兄弟们 现在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就简单几个字 皮脆 皮脆 我都会有双下巴 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里我随便选个半盘 我跟你讲 跟你说一下味道 就简单几个字 皮脆 脆 肉冷多则 非常的好吃 兄弟们可以冲起来 冲起来 我是二位 请关注我 你叼的吗 偶像